2017年的最后一天,中共重庆市长张国卿调任天津市委副书记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这两大直辖市高层不断被清洗,已有多名省部及高官落马 据天津日报12月31日消息,习近平当局任命张国卿出任天津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中共十九大后,天津市先后有市长,两名副市长被调离,三名正副市长空缺,实属罕见,其中市长职位已空缺两个多月 港媒认为,现年53岁的张国卿将会出任天津市长,接替今年10月底被调任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留下的市长空缺,与现任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搭档 自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任以来,被指示江派窝点的天津、重庆这两大直辖市,就不断被清洗 在重庆市方面,江派地方大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重庆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中共十八大前夕落马 中共十九大前夕,分别接替博、王的孙政才、何挺,及重庆副市长穆华平先后落马 薄熙来、孙政才都被指是江派的权力继承人,王立军是薄熙来的心腹 何挺是江派前常委周永康的心腹 在天津市方面,中共十八大后,先后有天津市长、代书记黄兴国、安监总局局长、天津前常务副市长杨栋梁、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公安局局长伍长顺、副市长依海林、市委前常委、统战部前部长王洪将五名省部级高官落马 黄兴国被指是江泽民安插到天津市的一枚棋子,他还与江派前常委张高丽在天津曾搭档五年,期间他们互相吹捧 杨栋梁、武长顺分别被指是周永康石油帮、政法帮的人马 而现在调任天津市的张国卿,属于当局空降部队 2013年4月,时任兵器工业集团总经理的张国卿被调任宠庆市委副书记 去年年底,他接替江派人马,曾与薄熙来搭档近五年的黄祁帆的职务,出任重庆代市长 今年1月19日,张国卿升任重庆市长 但外界认为,张国卿从江派窝点重庆调任江派另一窝点天津 且与具有江派背景的李鸿中搭档,是否是或还很难预料 因为张国卿与孙政才、和平等人共事四年多,这些人落马后 香港《明报》曾说,面对重庆官场如此乱局,暂时难料是否会对张国卿受到冲击 中共国家副主席李元朝日前出席了中共政协新年茶话会 这是中共十九代以来,他首次公开露面 港媒说,他可能不许彩后被查的后尘 12月29日上午,中共现任期常委在政协礼堂出席了茶话会 习近平并发表了讲话 同时,出席茶话会还有中共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政协主席于政生,副总理张高丽,在京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等 官媒并没有点名说中共国家副主席李元朝出席了茶话会 但央视画面显示,李元朝坐在侧边的一个圆桌前 他右手边坐的是政治局委员,中纪委副书记杨小杜 左手边坐的是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许其量 这是李元朝自10月的中共十九大结束后,近两个多月来的首度公开露面 香港《明报》报道说,近期有海外中文媒体指李元朝受查甚至被双规 李元朝此次露面,自在有意必要 不过近年大老普正式落马前也有公开露面 如中共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后2014年1月20日出席军委 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文艺演出晚会时 他已盛传被查,同年3月落马,6月被开除中共党籍 在中共十九大上,年仅67岁,还没到中共副国籍人员68岁退休年龄的李元朝 不但没能继续留任政治局委员,而且还未能躋身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 但他担任的中共国家副主席职务直到明年三月份的中共两会上才会现任 然而作为中共国家副主席的李元朝,接连缺席多次重要场合 如本月18日至2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5日在北京向习近平述职 美国总统川普11月9日访华首日的欢迎仪式和国宴等 据东方日报12月22日报道,传闻于李元朝有瓜葛的上海一家财团 目前营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正对其监督,要求查其海外投资的情况 逼迫其抛售海外资产,将资金调回国内 如果消息属实,或许侧面印证了李元朝被查的传闻 据有太子党,共青团背景的李元朝,与中共前党魁江泽民都是江苏人 他父亲李干城与江泽民的叔叔江上亲关系密切 李元朝还曾主政江泽民老家江苏省多年 同时,他还与团派令计划关系密切 据北京政界人士披露,李元朝在升任中共政治局委员 中组部长之后,即陷入到令计划新四人帮的捧党活动中 甚至传出令计划与李元朝是最好搭档和令理体制的说法 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令欧美等国家深受其害 每媒消息,美国川普政府准备在明年初宣布两项针对中共的新贸易制裁 对北京的贸易打击即将付诸行动 专家评论,看来川普不是开玩笑 12月28日,中央社编译《华盛顿邮报》报导指 川普政府将回应美国企业要求针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增加关税或采取进口配额制 预定明年1月底前会做出相关决定 负责处理着两项争议案的美国贸易官员以建议川普设立新的贸易障碍 以避免美国制造商因为进口日增而遭受损失 报导引述几位企业主管和关注贸易政策的分析家指出 川普预料数周内将会采取实际行动 处理一系列涉及中国的贸易纠纷 这一连串的贸易打击可能引发中美间的贸易战 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贸易专家甘斯德表示 川普政府的意图是带来震撼与威慑 他们不是闹遮玩的 分析家指 针对北京侵犯知识产权的最终调查结果出炉前 川普也可能下令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投资 或是单方面提高关税 另外 中国钢核铝进口日增 引发美国国安忧虑 美国商务部已进行调查 白宫也可能会采取相关行动 早在12月初 纽约时报就曾报道 中美可能在明年1月发生贸易冲突 这场冲突或将在太阳能电池版领域爆发 报导致 陷入困境的美国制造商纷纷要求川普政府对抗中国竞争对手 包括钢管制造商 铝箔制造商 以及洗衣机制造商等 不过 第一场贸易大战可能发生在太阳能电池版领域 中美的主要制造商和相关企业 都在为可能始于明年1月的冲突做准备 报导致 在过去的10年里 中国逐渐成为太阳能电池版的主要制造国 占据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并将全球价格拉低了近90% 在过去的6年里 美国十多家太阳能电池公司因为无法应对价格竞争而倒闭 报导引述美国制造商的消息指 美国公司接连倒闭的背后 是来自中共的不公平竞争 中国造太阳能电池版的廉价 是因为得到中共政府的高额价格补助 此外 中国制造商还受益于国有银行提供的低息贷款 就连那些破产的中国企业依然能继续生存 国际社会指责 中共政府为刺激出口 对外清销 要求企业大幅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 而差价则由中共政府给予补助 此前 纽约时报曾引述 无锡一家太阳能公司主管透露 该公司太阳能电池版的出口价格甚至低于成本价 而针对外界对中共倾销的指责 中共官方称 对太阳能电池版制造商的补助 仅仅只在促进国内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 据大陆澎湃新闻12月27日报道 新华社原社长田聪明已于26日晚病亡 没有躲过74这道坛 说起田聪明 一定要提及两个人 因为这三人关系紧密 一个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 曾主管文宣的刘云山 一个是曾任中宣部副部长 网信办主任但日前业已落马的卢伟 在刘云山看来 田聪明无疑是他的政坛恩师 人生的第一个贵人 而刘在德氏后 一大力提拔田聪明 二人较轻肥浅 1969年至1975年 在内蒙古涂末特幼齐齐委 担任宣传部干事的刘云山 最先得到了当时在巴雁纳尔蒙政治部 任干事的田聪明的赏识 在1974年底田聪明调任 新华社内蒙古分社任记者后 他推荐刘云山 到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农牧组任记者 此后 田被新任内蒙古自治区委 第一书记周慧看重 担任其政治秘书 并在1980年2月 提拔为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而刘云山也在田聪明的推荐下 担任内蒙古共青团副书记 党组副书记 主持实际工作 1983年 田聪明任自治区党委秘书长 1984年推荐刘云山当宣传部副部长 1985年 刘备周慧等向中央推荐为 内蒙古第三批队培养对象 很快 刘云山升任内蒙古宣传部部长 区党委秘书长兼自治区直属机关共委书记 1991年出任赤峰市委书记 4年兼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而1990年担任组织部长的 原云南省省委书记白安培 一江刘提拔 这也是为何落马的白安培吹嘘 刘云山是我培养的 不过 无论是田聪明 还是白安培 都没有刘云山爬得高 刘后来在得到江泽民和李长春的赏识后 先是当上了中宣部副部长 其后升为部长 之后居然爬上了政治局常委的高位 而在刘云山步步高升之际 田聪明的仕途却出现了波折 他在副部级职务上苦等14年后 才终于在1998年4月被任命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 此时身为中宣部副部长的刘云山开始逐步站稳脚跟 2000年6月 刘将田聪明提拔为新华社社长 为刘的宣传工作把关筹化 田聪明遂安前马后为刘云山效力 据说其是刘最信任的人之一 而卢伟八街上刘云山 也是通过田聪明 卢伟1997年11月至2001年10月 任新华社广西分社社长 党组书记海外有媒体披露 卢伟在广西分社 主要工作不是抓新闻业务 而是搞房地产 而他主抓的一个项目就贪污近千万 在有人告他后 卢伟通过向田聪明行贿而被保了下来 并被直接调入新华社总社任副秘书长 兼任总经理是总经理 在新华社总社 田聪明让卢伟主抓基建项目 结果一个项目下来 其被揭发贪污近4000万元 又是田聪明将其保了下来 其中田聪明收了多少钱 就不得而知了 而卢伟落马后 田聪明并亡 不能排除前者事后者的催命福的推断 后来 通过李长春的秘书张江 刚刚被免职 卢伟搭上了刘云山的儿子刘岳飞 以及贺国强的儿子贺锦涛 三人常在一起吃喝玩乐 据说卢伟能顺利当上中共北京市常委 宣传部部长 北京市副市长 主要是刘岳飞 贺锦涛联手运作的结果 卢伟除了在利益输送方面与刘岳飞关系非同一般外 也因为田聪明的推荐而得到刘云山的格外信任 刘刻意培养其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而卢伟任中宣布副部长和网信办主任后 意味刘云山摇旗呐喊 左右宣传 甚至将刘云山打造成反腐纠锋的实际操作人 将刘与习 王并列 夸大刘云山在反腐中的作用 以正其与习关系部 一般 卢伟的仅仅跟随让刘云山相当满意 以至于当卢伟爆出吃人奶的丑闻后 也是刘云山将其保下来的 仅仅跟随刘云山的田聪明 卢伟 亦在迫害法轮功的宣传方面一步一驱 作为中共喉舌的新华社常年刊登污蔑 诋毁法轮功的文章 就是明正 据说 除了搭上田聪明 刘云山这条线 卢伟还搭上了前中办主任令计划 而令计划则涉及江派州永康 薄熙来等的密谋政变 背后水很深的鲁尾落马 牵涉的高官当不止刘云山 田聪明 而田聪明是时的病亡 很可能让自己逃过了牢狱之灾 那么 与二人皆有关联的刘云山 结局会如何呢 一个明显的征兆就是 刘云山的气数将近 报应迟早会来到 2017年的最后一天 中共重庆市长张国庆 调任天津市委副书记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 中共这两大直辖市高层不断被清洗 已有多名省部级高官落马 据天津日报12月31日消息 习近平当局任命张国庆 出任天津市委委员 常委 副书记 中共十九大后 天津市先后有市长 两名副市长被调离 三名正副市长空缺 实属罕见 其中市长职位已空缺两个多月 港媒认为 现年53岁的张国庆将会出任天津市长 解替今年10月底被调任河北省委书记 王东峰留下的市长空缺 与现任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搭档 自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任以来 被指示江派窝点的天津 重庆这两大直辖市 就不断被清洗 在重庆市方面 江派地方大员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重庆副市长 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中共十八大 五十八岁退休年龄的李源潮 不但没能继续留任政治局委员 而且还未能躋身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 但他担任的中共国家副主席职务 直到明年三月份的中共两会上才会现任 然而作为中共国家副主席的李源潮 接连缺席多次重要场合 如本月18日至20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5日在北京向习近平述职 美国总统川普11月9日访华首日的欢迎仪式和国宴等 据东方日报12月22日报道 传闻于李源潮有瓜葛的上海一家财团 目前银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正对其监督 要求查其海外投资的情况 逼迫其抛售海外资产 将资金调回国内 如果消息属实 或许侧面印证了李源潮被查的传闻 具有太子党共青团背景的李源潮 与中共前党魁江泽民都是江苏人 他副大委员长张德江 政协主席于政生 副总理张高丽 在京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等 官媒并没有点名说 中共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出席了查话会 但央视画面显示 李源潮坐在侧边的一个圆桌前 他右手边坐的是政治局委员 中纪委副书记杨小杜 左手边坐的是政治局委员 军委副主席取其量 这是李源潮自10月的中共十九大结束后 近两个多月来的首度公开露面 香港《明报》报道说 近期有海外中文媒体指李源潮受查 甚至被双规 李源潮此次露面 自在有意必要 不过近年大老普正式落马前 也有公开露面 如中共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后 2014年1月20日出席军委 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文艺演出晚会时 他已盛传被查 同年3月落马 6月被开除中共党籍 在中共十九大上 年仅67岁 还没到中共副国籍人员立环总经理的张国清 被调任重庆市委副书记 去年年底 他接替江派人马 曾与薄熙来搭档近五年的黄祈帆的职务 出任重庆代市长 今年1月19日 张国清升任重庆市长 但外界认为 张国清从江派窝点重庆 调任江派另一窝点天津 且与具有江派背景的李鸿忠搭档 是否是或还很难预料 因为张国清与孙政才 和平党人共事四年多 这些人落马后 香港《明报》曾说 面对重庆官场如此乱局 暂时难料是否会对张国清受到冲击 中共国家副主席李元朝日前出席了中共政协新年茶话会 这是中共十九大以来 他首次公开露面 港媒说 他可能不许彩后被茶的后尘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 中共现任期常委在政协礼堂出席了茶话会 习近平并发表了讲话 同时 出席茶话会还有中共日前夕落马 中共十九大前夕 分别接替博 王的孙政才 和平 及重庆副市长穆华平先后落马 薄熙来 孙政才都被指是江派的权力继承人 王立军是薄熙来的心腹 和平是江派前常委周永康的心腹 在天津市方面 中共十八大后 先后有天津市长 代书记黄清国 安监总局局长 天津前常务副市长杨栋梁 天津市政协副主席 公安局局长伍长顺 副市长依海林 市委前常委 统战部前部长王洪江 五名省部级高官落马 黄清国被指是江泽民 安插到天津市的一枚棋子 他还与江派前常委张高丽 在天津曾搭档五年 期间他们互相吹捧 杨栋梁 伍长顺分别被指是周永康石油帮 政法帮的人马 而现在调任天津市的张国清 属于当局空降部队 2013年4月 时任兵器工业集团